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那些名气都是骂名 人家不是骂我小三 就是骂我坏女人 这谁不想当个好人啊 我身为一个演员 我好不容易得到一个正面角色 我还不得努力一把呀 说几钱吧 跟你一比 我算是有钱的了 合着你在我身上找幸福感呢 你轻点 你可真是 你自己也说了嘛 你是老苦大壮 我自己说行 你不能说 你说你就是臭险子 好好好 我是小中产 我要想老了之后 生活品质不下降 我还得再贪点 行了吧 多贪点 到时候分我点 温小姐 你觉得你杜杜里那孩子他爹 还能回心转意吗 那可不一定 我果然猜得没错 真的 用你们圈里一句老话说 你就是很傻很天真哪 观沙沙你就是坤傻傻 明朴虚传 真的 你就想想啊 这离了婚的女人 就好比你们圈里那过了气的女明星 要想翻身 那得多难呢 怎么了 这咸鱼还翻身呢 他是孩子他爸 我是孩子他妈 只要有这孩子在 我们俩的关系就在 这一辈子那么长时间 我就不信我犯不了神 那你这不是 利用这孩子 去征服他爸的吗 这孩子也想到这世界上来啊 他还利用我的肚子呢 他利用我我利用他 这叫等家交换 有什么不行的 瞧你说这话 你配当妈妈 我 不捏了 真讨厌越来越疼 谁呀 我告诉你别找我啊 什么事都别找我 谁找你啊 你赶紧走吧 告诉你我也就看着你怀孕了 我告诉你要不然 四大招吓死 就你没得性 也就你们家帝王才看得上 说我傻 你才傻 老婆 睡觉喽 怎么了这是 怎么回事啊 被一个老太太给打的 老太太 嗯 什么情况 你瞧瞧 之前有个客户的前妻 所以 官司输了以后 就自杀了 她妈妈现在每天追着我来锁命 怎么能这样的 不是你慢点慢点慢点 不是她闺女死了 她招你锁什么命啊 哪有这样的呀 妈 这件事情让我想了很多 我 从法理上来说 我是赢了这场官司 但从情历上 我输了 当时这个前妻 曾经哭着来找过我 我完全没有在意她的感受 也没有给她安慰 从我从事这个行业以来 我就一直想做一个成功的律师 我的荣誉 就是我的一切 我想尽办法去打赢每一个官司 满脑子就是胜诉 胜诉 而且打完一场官司之后 就特别有成就感 但是昨天我发现 其实输赢 对我来说没有那么大的意义 我觉得我自己 像个冷血动物 所以昨天她妈妈打我的时候 我顺便没有做 我就让她打 因为我觉得我自己活该 行了 老婆 没有什么活该不活该的 每个人都有自己选择的权利 你那个客户 她只不过是做了她选择的权利 尽管她选择的是非常低级的 和不好的 也往写上去 其实我特别 不理解那些自杀的人 他们又能狙狙死 却没人去活着 难道活着 你死还可怕吗 我现在只有一闭上眼睛 满脑子 就是张晏芳那首首 我再想 我再想 如果我当时留下来陪陪她 安我安为她 她可能就不会自杀了 好 好了 不想太多了 你啊 完全没有必要把别人的悲剧 变成自己的债来悲剧 知道吗 我们普通人活着呀 那就是她的实施的古日子 吃饭 睡觉 上班 但是你这个离婚律师啊 我觉得 这个职业不好 负面压力太重了 估计做完你的冬宽 你不是一直 想转行吗 考那个飞速律师 我记得这挺恐怖的 你啊 把这事啊 马上最成 别快别好 免得你一上班 你瞧瞧 我这天天担心 再说吧 你看 又咳嗽了 把这喝了 瞧你这咳 晚上能睡好远 我去给你弄水去啊 省得你明天又带着熊猫雅上班先 真心眼前的人 珍惜眼前的人 活着的人 就是对自己 和生命的负责了 reached死 来 还喜欢 拉搜紫 骗子 保护 轻 与 超 继续 衍 停电了 有碗弹幕 妈呀 谁 谁呀 谁呀 出货呀 干吗 停电了 你有蜡烛吗 没有 什么 蜡烛啊 谢谢啊 那你有果柴吗 没有 那 那我去买 你回来 静海 好 来 拿着 我就不信没有火柴也点点蜡烛了 走吧 去客厅 走 我最后就停电了 小时候就停电了 你就这样蹲在我们后面 可是 我小时候就特别喜欢停电 因为一停电 我就可以不用写作业了 好学生还怕能写作业啊 我不是好学生 我小时候脑子笨 所以成绩一直都不好 别逗了 你脑子笨 你还能修那么复杂的电脑啊 电脑不复杂啊 零件都是固定的 程序都是可控的 不像你也写剧本 千变万化了 那才就厉害了 这写剧本 对啊 是啊 我写剧本 其实写剧本挺简单的 就胡编乱造呗 也不是呢 就是把那个 一百个人身上的倒霉事情呢 放在一个人身上 然后再把好多好多个巧合 给它捏在一起 然后再把行剧日剧美剧 那些经典的桥段 把它有机的整合在一块儿 这就出了一个好剧本 这么复杂的 这还复杂 太深好了 其实挺简单的啊 那个 我觉得也不方便 你帮我去拿点饮料呗 又在那冰箱上面 拿两瓶 我们一人一瓶 好 我还会写剧本吗 真神 给你 你不知道 屋檐会不会来修停电啊 不知道 你等一等 你会修吗 你别垫着自己 你还会弹这个啊 对啊 在这个黑夜里伴随着烛光 我和我最好的朋友 给你开一个小型音乐会 快来来来 坐这儿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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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nshine my only sunshine You make me happy when the eyes are grey You never know the Oh my sunshine my only sunshine You make it happy when the sky is grey You never know dear how much I love you Please don't take my sunshine away 太棒了 冠山 你出来一下 你怎么来了 美丽 你一声不响地回来 一声不响地走 你把我那儿当什么地儿啊 你说话呀 你哑巴了你 我不合适 不合适住你那儿 那你住胖子连那就合适了 我没有啊 没有还是没来得及 那你昨天晚上住哪儿了 你就住这儿啊你啊 那你 你活该 你让我说你什么好 算了不说了 谁让我人善被人欺啊 别睡这儿了跟我回去 走 可小菊她 小菊搬出去了 好啊好啊 你等会儿我拿东西去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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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走了 我再来找你啊 林大 吃饭了 妈 起这么早啊 起得早给你做吃的 谢谢 林大 今天别去单位了啊 请天假 我这刚调回来 我请什么假啊 不请也得请 人家小翠儿啊 等你等不了那么久 听妈话 赶紧去把事办点啊 妈 我跟你说啊 您让她赶紧回去吧 这事啊 没戏 没戏 曹明大 你这要气死我呀你啊 妈 您这是要气死我呀 您瞧您办这荒唐事儿 啥 我气死你 我还慌不过我 我还疼 你瞧瞧你妈呀 你妈我这真生好 抢我了一辈子 我怎么就贪伤你 怎么不给李的儿子呢 你说我呀 辛辛苦苦地把你拉扯大 供你上大笑 我不舍得吃 不舍得穿 我图圣吗呀 我还不就是为了你能给草的 光送药祖 传送接代呀 你说说你呀 到现在你连个孩子 你都弄不出来呀你 你让我再亲亲朋友跟前我说啥呀我呀 你 你是让人家把你妈的纪念骨戳穿哪 妈 妈 您戳里点苦啊 我这都记着呢 你记着 记着你就赶紧让我保送她 也算是对得起我了 行行行行行 走 妈 您哭了 没事 那什么你赶紧吃饭吧 我不吃了 我先走了 快 行 你去 上班去吧 嗯 再见 走了 妈 你干嘛去 别玩去 您 您那饭还没吃呢 您留什么班啊 喂 医院给我打电话 张晏芳的妈妈出事了 你在哪儿呢 赶紧的 怎么会打给你呀 当时登记留了我的手机啊 哦 我现在刚离开家准备出去 行 我就在你家附近 你快出来吧 我来见你 好 还快 behavi dingen 아닙 脑子 щоб帮不合發 以滑 应该啊 你年纪轻轻 怎么就相不明白 相不明白呢 小心啊 女儿啊 你让妈妈怎么办呢 阿姨 你是来看我怎么去死的吗 你女儿的死 我真的很抱歉 抱歉 一条命啊 你就这么清妙妙的一句抱歉 阿姨 人死不能胡说 我真的很抱歉 你说什么 我女儿都慌不过来了 她死得有多惨 你知道吗 阿姨 我求求你 你先过来 先过来 就这么一个盒子 她最好就撞在这么个盒子里了 你过来 我有一句话 只想跟您说 别过来 别过来 別过来 别过来 只想往前一步 我再带他一起跳下去 阿姨 哥 你 哥 哥 甄 twins 姐 捉icks 你知道这儿有多少层吗 这儿是二十层 按三米一层的建筑高度来说 这里的地至少六十 你们俩人体重加起来有两百多斤吧 用重力加速度的攻势算了 要不了几秒 你们的脑袋就会在水泥地上 砸出一个坑来 这样西瓜摔碎在地上一样 蹦的一层摔一个粉碎 你们是让每一块骨头都会抹折 而这一切还不是最恐怖的 什么这些 干什么 最恐怖的是 人在临死前不会有几秒钟的 极度恐惧 你以为我会怕吗 你当然不怕 你手上的伤疤告诉我 你至少死过一次 所以你不会害怕 我说的这些话 是说给赵律师听门的 你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 你不想让她死得这么轻松吗 你女儿死之前 有半年都生活在痛苦之中 你就让她这么死了 不会太不公平了吧 她死一个死都不怕了 她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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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错 所以你不能这么让她跳下去 就这么区区几秒 你知道什么叫一两百两吗 你知道什么叫生不如死吗 她死了 我怎么会生不如死吗 我怎么会生不如死吧 你觉得生不如死 是因为你女儿的自杀 法律上来说 他们所有人不应该为她负责 可是你觉得 他们应该为你女儿的死责 你又不知道该怎么惩罚他们 别说了 女儿啊 怎么回事啊 阿姨 冷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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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你没事了 没事了 我没事了 好了 好了 阿姨 没事了 好了 好了 阿姨 没事了 好 阿姨 冷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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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过去了 没事了 好 别过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怎么来了 端玉呢 他今天没有通告 他不在片场 骗谁啊 他不在片场 你怎么在这 我是和导演组 沟通他后面的日程吗 你觉得我会信吗 随便 端玉 别别别 大哥 端玉 我们那边说 放开我 我们那边说话好吗 这边 端玉 这边 你放开我 我是他的经纪人 对他的声誉我要负责的 现在片场外面 都是记者和狗仔队 你这么闹 会伤害到他 你们毕竟 你也不想看到他有麻烦吧 我也不想伤害他 可是 我真的很想见他一面 你们之间的事情 已经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了吧 我劝你一句 也是为你好的 当断不断 必受其乱啊 我真的很想见他一面 前几天 我脚都扭了 我有多想他你知道吗 我就只有给他打电话 打也打不通 我就只有一直给他打 一直给他打 莎莎 莎莎 你放了他吧 我求求你 我求求你了 我求求你了 你就不能让我见他一面吗 你何必这么执着呢 你把你的孩子做掉 各走各的 都会有好日子吗 你不让我见他一面 我就不会做掉这个孩子 好 好 我这就跟他联系 你先回家 等我电话好吗 无论你想做成什么事 都得学会忍耐 放心 我会联系他他 说话算话 算 放心吧 妹妹 我要跟他说两句 你先出去吧 谢谢 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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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你不出面 这事情没法解决得干干净净 又让我出面 之前让你给他点压力 现在搞得越来越麻烦了 现在不是比谁狠的时候 你是优质偶像 让他胡说八道 爆出你过多的负面新闻 对你很不利 那你让我怎么办 难不成让我跟他和好 让他把孩子生下来啊 说到孩子 那可是个定时炸弹 一旦那个孩子生下来 你们俩的关系 这辈子都别想撇清 他有了孩子 就是弱势群体 到时候 舆论会站在谁的那边呢 那你说怎么办啊 我刚才跟他说的一句话 现在也同样适用于你 什么话 无论你想做成什么事 你都要学会忍耐 什么意思啊 你做你最擅长的事 我擅长什么 演 大哥 你让我跟他演我会跳戏的 那好吧 那你就等着以后 天价的抚养费 你一辈子的财产 都封给他们母子一半 不至于吧 对了 你可能不会有太多的财产 因为你名声不好 很快就会被公司血藏 那些爱你的粉丝 会用最快的时间忘了你 然后他们会和所有的广告商 一起转而投资你的竞争对手 行了行了行了 别输了 好吧 既然你这么做 那你就给我结钱吧 我走人了 我不想再在这浪费时间了 我走 别别别 干吗呀 那你怎么说我怎么做不就完了吗 那就这个 怎么演 你教我 喂喂 你好 你好吗 你是优秀的演员 你能做到的 打吧 电话呢 给 那我走了 你好好打电话 加油 加油 哈哈哈 喂 喂 大夫 进投资人了 行 那 那我现在过去了 好 谢谢啊 再见啊 好 这么高 我这会儿看着都头晕 我说你胆子可真够大的 说上去就上去了 我去想想都火怕 谢谢你刚刚救了我 不过说真的 你不觉得你说的那些话 有些残忍吗 是 可我那是在帮他呀 你那是在刺伤他 怎么了 你没事吧 还没事 刚刚在上面吓得 到现在腿还有点软 看你刚才挺用感 坐会儿 我告诉你啊 心理学上有一种疗法 叫直面 你只有帮助病人 直面自己的过错 才能够帮他走出偏窗 对了 你怎么知道那双棉鞋 是张燕芳买给他的啊 现在根本就不是 穿棉鞋的季节嘛 对不对 当然了 我也只是 狭猜碰运气而已 观察能力还挺强的 这个你可真别说 我以前在英国念书的时候 唯有两门窍客也可以拿高分的 一个是逻辑推理 另外一个就是临床心理 那恭喜你啊 现在学以致用 我先走了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你是要去找王强吗 张燕芳的命他赔不了 但是他必须知道 是他的自私害死人 他现在呢 必须直面 他曾经那么无情地 抛弃了张燕芳 你觉得他现在 会为他的死感到愧疚吗 人做错事就要道歉 不管他愧不愧疚 不管对方听不听得进 好 那我跟你一起去吧 为什么 我刚才在楼上的时候 答应过老太太 我要帮她 男人说过的话 要算数 刘总啊 所以请您相信我 我们这个片子啊 一定是国内一流的水准的 单从这个剧本的角度来说 我们的故事做得比较扎实 每一句台词 我们都是精心修饰过的 所以请您放一百个新 咱们这个系的艺术水准 一定会达到一个新的高楼 刘总 刘总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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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什么艺术是吧 对 这个艺术 是一定要有考读的 嗯 这不但是要有高度啊 还得有那个 那个深度 刘总说得太对了 您太有才了 像您这样的优秀的企业家 同时又懂得景时文化 三条腿蛤蟆 瞧我这臭嘴问题 我这夸人都不会夸 我是说您是真正的文化人 可遇不可求 你跟我讲啊 我只是比那间满城铜臭的商店 略懂风雅而已 刘总 您看你还这么谦虚 那 那咱们这个投资是什么 我说你也太着急了不是 我对这个项目 现在还只是一个浮浅的了解 好 我明白了 刘总 那我就把咱们这个项目和这个剧本 我再把它掰开了揉碎了 我再从头跟您再说一遍 我再从头跟您再说一遍 我给您那句话 不识 泰山 不识泰山真面目 只缘身在此山中哪 刘总 庐山 瞧我这臭嘴 那个庐山那能是山吗 泰山 泰山 那个刘总生意那么大 是优秀的企业家 那应该堪比泰山五岳之首 刘总 我 我文化底子薄 不像您那走南闯北见识多 请多包涵见笑见笑 我这叫我男的糊涂 男的糊涂 我觉得你对这个项目太了解了 就等于不了解 所以呢 我想请莎莎小姐 陪我这个 这个深入浅出的 好好讲讲 那 对 那时 那时 那个刘总啊 莎莎也是咱们国内一流的女演员 这个剧本啊 她也看过了 她有她自己独到的简介 是吧 莎莎 不急不急 我这几天呢 就在国内 就住在这个宾馆的楼上 莎莎小姐什么时候有时间 就什么时候来跟我好好聊聊 哎呀 我说你这些所谓的专家不在上 人家一线的演员才能更中肯的跟我谈谈自己的想法 是吧 哎呦 这时间也差不多了 这样 我还有个视频会议就先告辞了 好 那行 那刘总那这样 好 您先忙 等下次呢 我要莎莎专门来跟你讲剧本 莎莎小姐 欢迎您随时的跟我讲点这个笑 随时 来 刘总 刘总慢走 还深度还高度 还深入浅出 我看他就是一个老色狼 莎莎 你在这行这么长时间了 像这样的人你还见得少吗 什么东西 还拽词玷污祖国的文化 泰山 我顶多就是猴山 一关禽兽 大风哥 你明知道他一关禽兽 你还叫我来什么意思啊 你这不是送货上门吗 莎莎 你怎么就不能理解 我的良苦用心呢 我费这么半天劲 我点头哈腰 我那拙劣的表演我为了什么 我还不是为了给你争取机会吗 对对对 我也是给我在争取机会 行了吧 我跟你说啊 他要是个女的 但凡他对我提出这样的要求 为了你 为了我这帮准备吃饭的兄弟 我二话不说立马上楼去 你别说他那么大应凛然的 他要是一个女的 他也不会 看上我啊 是不是 你就心里这么想了呗 割丑呗 这现在做个事情怎么就这么难呢 有时候想想我真不想干 你说啊 咱们这行 你们演员真够辛苦的 女演员就更不够 每次我想到这些事 真心疼你们 你要是心疼我 你要是心疼我 你都不该叫我来 闪闪啊 现在找个投资多难呀 我是没办法了 你有办法吗 舍不得孩子套不住了啊 你不是告诉我吗 你的青春不等人 我刚才折腾这一圈 不是还是为了 你的青春找机会吗 那也不能 对 咱们不管怎么着 都不能做这事 是吧 唉 山上 这样 今天全当是哥 不好把你叫来了 能不能碰点这种活子 大不了咱这事咱不干了 咱这戏不拍了 你还继续演你的女特务 呃 女叛徒之类的 你反正又没有什么损失 至于哥嘛 唉 大不了回家 接着伺候老婆带孩子学习呗 唉 只不过 倒是觉得心里不痛快 这么说 老不甘心 你说吧 咱们奋斗这么多年 为了啥 不就为了这机会吗 啊 就说你吧 沈沈 你不是也从群演 一步步演出来的吗 到这地位多不容易啊 你说老百姓 他们看到的 都是你们这些明星 那个光鲜亮丽的那边 啊 他们哪知道你们背后 吃的那些苦啊 算了 不说了 我还是去找找我那些土豪 看看哪些 朋友愿意偷咱们这资 等有了情况 我得通知你们 好 看 这看啊 留下 你这下去啊 好 行 沈沈 那个 你要真想上去呢 就全当 全当演出戏 我和我的兄弟们 谢谢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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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